画表单,特别是从一样开发人员里面 这个拉杆其实都可以上下移动的 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从按右键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然后这个表单做出来,里面大概就是修改几个 几个重点我刚刚有提到的 那再来就是程式部分该撰写到哪里 那因为我们刚刚那个 按钮 在批次新增工作表与下载 是写在那个我们的模组里面 特别是module1里面 是写在这边 那特别注意,你等一下要撰写的 那一个 就是程式的话,记得是要写在哪里呢? 记得是这个里面的 表单,我习惯是这样的,直接在表单空白处 你刚开始可以拉宽一点,然后最后做完就再把它关起来 旁边这边有空白要点两下 那他预设是click,你把它改成activate 程式就写在这里,特别是 之前有同学不知道写哪里,直接把它写在模组 直接把我的程式贴到模组,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执行 因为他写错位置 特别是,如果你今天 是一个表单的话 它的关键就是 如果是表单的话,一定会有所谓的 事件驱动 事件驱动意思就是说 哪一个 元件 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再去执行 你中间的程式 这个就是一个事件驱动的流程 OK,就有点像是 你今天一个遥控器也是一样 遥控器上面会有的按钮 就是你新增上去 它上面会有什么显示什么东西 当你按下它,它会执行什么动作 这个就是一个事件驱动的观念 其实有点像软体 软体做成硬体 硬体之间其实都有相关的连信 现在未来的世界其实很多东西 也是需要透过软体 去帮你create出一些东西 去可以控制硬体 OK,甚至有些时候是用手机 App,手机App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一切 现在不是在推所有的 其实工业4.0,或者一些大数据,或者是一些 像是等等相关的,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 我们像手机或者行动装置可以去做控制 那这个地方的话,观念也是雷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第1个 撰写的位置在这里 第2个的话,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程式 这一段,直接把它复制 贴过来 贴到哪里呢?贴到这个中间来 但是贴上之后的话,记得这个头跟尾要把它拿掉 这个头也不要了 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样 一样要什么?当它启动的时候 帮我先把那个工作表先删掉 然后一样呢 去帮我下载资料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要下载完之后 要顺便去更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那个PB,就是状态力 OK 那可是要在哪边更改 其实我提供给各位一些方向 我有把那个,有没有 字特别放大 第1个 就是先怎么样,把PB的wise 当它 再被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它的wise,它的宽度 归零 因为如果你没有归零的话 它 跑完就400了嘛 400就红色了嘛 所以你第1次执行一定要归零 这个没问题吧 那归零应该写在哪里 反正是当它删掉 旧的工作表之后 再归零 或者是两个颠倒 其实也可以啊 先归零再删,没有影响 反正就是第1个 写 把它那个什么的 PB,归零 第2的话就是说呢 当它底下跑 下载了 有没有 当它下载了 下载之后的话呢 表示说它已经跑完的第1个进度了 那跑完第1个进度之后呢 你就要告诉它说你跑完第1个进度 所以它要update什么 那个宽度嘛 所以呢 我在call股市资料 也就是真的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请你把PB的宽度 改成 它的 总宽度 OK 这边的话呢 总共它的宽度是400 可是你只能去 更新它多少呢 它就是 哎 多少 假设总共是 这个R 有没有 R减1指的是 就是说 400除以几等份 那比如说R假设说它往下侦测 侦测到34好了 那为什么要减1 因为上面不是有个栏位名称吗 这个栏位名称要扣掉啊 不算对不对 所以你就除以 假设是除以33 也就是说 400除以33 表示说他们 就是 400 来给33个去分 每个分多少对 再来乘以什么 乘以前面几等份 那因为第一次 i等于2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减1 因为i等于2嘛 所以我要 只能给他一等份嘛 对 所以呢 必须把它减掉 1之后再乘以 一等份 所以这个时候会更新 就是 400除以假设33好了 就是 除以 那个那么那么宽 好 底下有个repain repain的意思就是重划一下 OK 如果你没有repain 这一行我之前 刚开始我是没有加这一行 我发现奇怪 什么 它一直在跑 但是最后只更新最后一次 就是 没有 突然变有了 中间没有 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它repain repain 有点像是 把画面重新再帮我画一下 OK 那你把它画一下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没有改太多 还有一个地方 最后跑完之后 还有这一行 这一行我没有把它放大 我怕同学 反正应该就是 改了几个地方 大概就改了 12 3 4 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 以后如果说你要做类似的这种状态列的话 大概掌握这些要诀 把那个画面做出来 你的状态列就做出来了 就看你实际上 我是觉得这个状态列